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性关心自己伴侣因素的前三位则分别是经济条件 职业和身体健康 然后是日本 日本男人一般也需要买房 但基本没有全款买的 只要有一份正当职业的工作 首付和利息都非常低 日本房子一般都是精装修 买回来直接住 所以主要是家具和家电的购买 和婚礼的筹备 当然一颗大钻戒是少不了的 按照日本物价算下来 大概是300万至400万日币 日本男人一年的平均工资400多万日币 也就是婚前准备一年的工资就够了 而且女方一般会主动承担一部分 最多到一半 所以婚前男方的付出是女方二至三倍 是比较普遍的情况 此外 日本女性更加重视自己伴侣的性格和三观 并不在意男方拥有多少资产 更加细节一点的话 比如日本女性会对每天发型精致 胡须修剪得当的男性产生好感 认为这些细节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人品 到了美国 美国男人觉得只有傻子才买房 因为房子没有啥投资价值 加上房产税和遗产税都很重 女方也会同意男人租房 甚至还会承担一半的房租 再加上美国人婚礼比较节俭 众议以轻无止 有的地方天主教徒还能免费办婚礼 基本上没什么花销 所以婚前男方的付出是女方一至两倍未多 再来看看婚后 男女在婚姻生活里的付出 中国男人工资收入大多都不透明 因为避税和习俗的原因 所以女人及时管钱 也很难得到男人全部的工资 很多聪明的中国男人 还会看妻子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来汇报自己的收入 大致上是女方收入的1.5倍到2倍比较普遍 当然也有全部收入交给妻子的情况 主要是男方特别雇家或是收入过低 同时女方也比较精明强势的情况 在家务方面 大多数中国男人都想让妻子全包 当然大多数中国男人也做不到这一点 虽然男人会承担一部分或是更多的家务 但仍然会让女人感到生气和疲惫 因为没有预定俗成或者是清晰的规则 基本上都是男女谁强势谁精明 谁占据主动 男人的抱怨 再加上周围亲友的议论 虽然女人没有承担全部的家务 但女人心理上还是觉得家务都是自己干了 什么都该我干嘛 我也没不干成为家家都有的夫妻对话 育儿方面 孩子跟夫性 中国男人很少管孩子 尤其是孩子的吃和拉撒 只会抱孩子玩的男同胞就不要无耻地说自己也管孩子了 双方父母有能力地帮一下 没能力的基本都是妻子带 确实女方在这方面会付出很多很辛苦 公婆方面 因为男方结婚的钱是公婆出的 甚至有的男人婚后还在啃老 所以公婆对小夫妻婚姻和家庭插手很容易 权力也很大 即使是公婆没出钱 孝顺的儿子也会让媳妇知道 我老爹老娘说话是有分量的 这就会造成很多矛盾 让中国媳妇苦不堪言 日本男人工资收入比较透明 全部收入都得交给妻子 还有比较离谱的公司 会直接把工资单传真给妻子 甚至是工资直接打到妻子的账上 女方每月给男方发零花钱的黑心样子 一点也看不出来日本是个男权社会 家务方面 日本男人基本不会操心 都已经沦为挣钱机器了 还不能这方面做做大爷吗 那也太委屈了不是 所以日本女人基本承担全部家务 偶尔男人帮把手 妻子还得担心是不是丈夫外边有啥烂事 心里有愧了 虽然婚后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 但总体上还是少数 育儿方面 不但孩子跟夫性 女人都得改成夫性 孩子日本父母是不会管的 日本男人自己也不会管的 如果妻子也上班 孩子会送进托儿所 因为在日本通常都不需要父母接送孩子上下学 更不需要陪伴孩子学习和写作业 所以女人会轻松很多 中国这种几乎是全职陪孩子的情况是绝对没有的 公婆方面 日本公婆基本上和女方是相仅如并的态度 大多数都不住在一起 公婆会很重视你 甚至会尊敬你 拜托你对他们儿子好点 对日本公婆来说 儿子以后的人生质量就全指着这个媳妇了 跟女方的关系 有点像双方交接传承重要物品的感觉 美国男人的工资收入也比较透明 因为西方社会的契约精神 每个家庭夫妻之间会对收入和家务等方面做出一份约定 所以各种情况都有 但是因为特别现实都聊得很清楚 不会有那么多纷争 大体上如果女方辞职顾家 男方的工资都会交给女方管 如果男方辞职顾家也一样 家务方面也是类似 谁该负责 负责多少 都会先谈判说好 是真的谈判哦 就跟中国的商业谈判差不多 只差签合同了 这和中国男女之间不是先说清楚 然后生活里靠斗争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谁干多干少也没什么怨言 育儿方面 孩子不但跟夫性 女人也得跟夫性 美国男人一般开车接送孩子 待孩子玩 美国女人管孩子的吃和拉撒 这种比较多 基本上也是事先商量好 公婆方面 美国公婆基本和媳妇之间 不是远方的客人那种感觉 就是关系一般的老朋友那种感觉 也就比陌生人强一些 反正他们跟陌生人也是天天哈喽 这还是关系近的 关系远的一年都不一定联系一次 当然 反过来你有什么事 想请他们帮忙 也很难 最后再看看离婚的损失和付出 中国婚姻法规定男女离婚 共同财产平等分割 但各自的婚前财产如没有特别协定 各自还归各自所有 过错方会承担一定赔偿 但实际执行中最多十万人民币 由于中国女人一般只找经济 比自己好的男人 所以貌似婚姻法是保护男人 其实不然 婚前谁有钱保护谁 赡养费只给孩子 所以很多男女抢孩子一定程度上 是把孩子的抚养权当作有利条件和惩罚工具 这一点就很不人道了 日本男女离婚财产一般要平等分割 但是女人全职主妇且无过错的话 可以拒绝离婚 而且抛弃发气的男人基本上失业就到头了 所以日本最有钱的导演北野舞为了离婚 几乎把全部财产都给了前妻 但女人也别想肆无忌惮 凡事有恶习 造成家庭不幸或出轨的 不但拿不到财产还需要付赔偿金哦 读者记得日本有个孩子是别人的 不伦妻赔了上亿给老公 还有 如果妻子一方没有工作何技能 是需要给赡养费的 美国男女离婚很简单 按双方结婚时的协议来 如果没有协议 过错方就得给非过错方一笔巨额赔偿 赔偿的多少 就要看你请的律师厉害不厉害了 可惜的是 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 除非有明显的违法行为或者是公众人物 不然就看谁有钱请好的律师 谁就能占便宜 非常资本主义 所以中国女人想美国多么讲究女权的时候 需要明白美国法律保护的可不是女权 而是资本哦 总的来说 女人在婚姻里付出多少 吃不吃亏 在中国主要看男女双方人品和脑子 所以逗来逗去的 大家都累都压力山大 在日本主要看社会主流传统规则 所以就看谁老是她是本分遵守规则 大家都感觉麻木淡漠 在美国主要看双方怎么约定的 所以有时找律师 上法院 大家都现实不讲人情 所以 中国女人不要总说中国男人中国社会怎样怎样 对女人多么压迫 日本女人和美国女人的付出和辛苦之处 不比你少 而且 抱怨中国婚姻现状的女人 客观来看 往往都是缺乏经济实力和经济能力 要不然就是不够精明 那些有钱的女人或精明的女人在中国现在的婚姻文化里 如鱼得水一般 当然 精明强势的男人也是 话说回来 读者还是得奉劝那些整日抱怨的女人们一句 婚姻不是让你生活更美好的工具 美好的生活永远要靠自己争取 说什么和你结婚我生活品质都没有提高 我和你结什么婚的女人都属于美活明白的 这样的人确实不该结婚 结了也会祸害一群人 老四经文要是遇到这样的女人 记得一定要避而远之 最后 读者希望每个将要结婚的人 不论男女都能明白婚姻对于你最重要的意义 不是全力和在婚姻中得到什么 更多的是责任和付出 是对你综合素质和人生境界的考验 更是你人生中最大最长久的一次创造 在为他人付出中感受不到快乐和收获的人 婚姻也不可能给你快乐和收获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